老婆 喂 老公 我到公司楼下了 你都在哪儿 老婆呀 今天我可能要加班得很晚 你就别等我了 早点睡 把那个门和窗户都关好了 老公 你可真是太辛苦了 不辛苦 只要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值 好了 老婆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活有点急 我先忙了 我看看给谁打电话呢 给我爸 给他报个平安嘛 倒是你 你这么晚来我这儿 不怕他生气啊 这不是最近公司不景气吗 来你这儿啊 加个班 加班 那你加班 我也得加班 给我加班费 费什么花呀 你妈也甜 费子 烦人 你怎么关机 别别别别管 他要打到单位去 那不就没交了 谢谢 老婆 喂 老公 我到公司楼下了 你都在哪儿 我在公司楼下呀 老婆 你说你在公司楼下呀 对啊 我在公司楼下呀 对啊 我担心你一个人加班 这么晚了肚子肯定饿了 所以给你买了宵夜 现在给你送上去啊 老婆 我不在公司 我在外边陪客户呢 那你喂着发我 你肯定喝酒了 我开车去接你 那老 老 老 老婆 那个我们马上就回去了 客户马上走了 老公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躲着我啊 我没躲你呀 我为什么要躲你呀 那我在公司楼下等你 我们一起加班 然后一起回家 那个 车也来了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 那咱们一会儿见行吗 摆那外套给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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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滚一点 我去 走 我 你打你 你打你 老婆 你在哪儿呢 我在楼下站半天了 我先回家了 太困了 你回去了 老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啊 跪远点 照你这么说 我不打扮就不漂亮了 你化不化妆都漂亮了 不跟你说了 今天被陈叔和陈婶逛街 好累啊 我要先去洗个澡 老婆 那个 老婆 你说的那个书 是见钱的那个书吗 对啊 这次都快塌了 虽然不是亲书 但比亲书对我都好 哦 对了 我陈叔跟我说 最近他们公司在找一些 有潜力的小公司 打算投资并购 问我有没有异想 想给咱们公司 砸个两千万 两千万 真的假的 假的 他一个亿万资产的老总 先得发毛跑来骗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公司现在连 维持下去都慢 我也只好回绝了 你回绝了 不然呢 老婆呀 你听我说啊 老婆 我跟你说 你这件事千万不能 谁呀 老婆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老婆 不用担心我好得很 我问你件事 不是 叔叔那个给咱投资两千万 是真的假的 哎呀 你都这时候了 怎么还惦记着这事呢 是不是真的呀 哎呀 我骗你干吗呀 哎呀 也就是咱们公司这几年 业绩不仅弃 否则的话 有着两千万融资做打底 新资本还是可以博一下的 那你告诉叔啊 那我们公司是很有潜力的 我不能骗他呀 陈叔可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这怎么能叫骗的呢 我们公司是很有能力的 你什么意思 前几天你不是还跟我说 咱们公司最近几年 业绩不太行 今年连宝本都难了吗 李大利 你该不会是不想拿钱 就我爸骗我的吧 这我哪敢骗你呢 我正想跟你说那事呢 老婆 之前确实有一笔款 没收回来 昨天打了一电话 说款收回来了 你说巧不巧 这么巧 所以说你赶紧给叔打电话呀 晚了投资额度就没了 对 是吧 不行 公司的钱得留着救我爸 救什么一没爸 所以要抓住这次机会呀 我们融资啊 融资就有钱了 所以说 给爸换最好的医院 用最好的医疗设备 咱们爸就能偿命了 对吧 对对对 那一会儿有人欺负我怎么办 你是我们家的女王 我看谁敢欺负你 谁欺负你我就收拾他 这不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发誓的 那我先去看 去吧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